登革热不仅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 而发作时的痛苦更是梦魇 登革热典型的症状是全身肌肉疼痛 连眼窝也会痛 发烧时的头痛更是难以忍受 全身的关节骨骼像是断裂般的疼痛 也因此登革热又俗称断骨热 若是并发登革出血热 或是登革休克症候群 又没有适当照护的话 致死率可能高达12% 因此成为了全世界最恶名昭彰的传染病之一